未來看到小孩猛滑Instagram 終於不必擔憂 孩子收到網路陌生人的色情騷擾 或接受各種暴力訊息 因為meta預告將大動作保護耳哨 為了保護青少年被惡意騷擾 18歲以下Instagram帳號 只能跟已認證的好友互動 第一波將在60天內 把美國 英國 加拿大 和澳洲18歲以下帳號 通通設為青少年帳號 預計明年1月起 全球用戶同意跟進 加碼附贈使用時間提醒 以及用睡眠模式自動幫你轉為靜音 但效用多少 沒人知道 另外打架或宣傳整形手術的敏感內容 也會大幅受限 難以被青少年帳號搜索或觀看 至於16歲以下的兒少 更是獲得額外服務 家長還會獲得專門的工具 能夠查看16歲以下孩子的互動對象 並進一步限制使用時間 突然自動自發挽救青少年成癮問題 其實是因為包含加州和紐約在內 有33個美國州政府 已經針對META提起訴訟 控訴公司旗下Instagram和Facebook 導致兒少上癮行為 如今META力挽狂瀾 不只是為了應對各界壓力 更是要挽救企業形象 在新新聞有環球報道